银河L7 1.5T四缸发动机 三档DHT Pro 18.7度电池包 1370公里续航里程 怎么看都是要干消灌的节奏 上海车展亮相是热门车 最近又有很多到电的车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车的外观 内饰都比较了解了 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它开起来 在试车场里边将会模拟城市路况 赛道以及操稳路 来看看它表现怎么样吧 首先我们在这个场地里 要模拟一下城市工况 我现在会开启纯电模式 看看银河L7的表现怎么样 走 走 出发 其实这个车它首先给我感受比较好的 是没有点火开关 踩下刹车大板直接挂挡 就可以走车挺方便 出段加速电机的这个表现呢 我觉得算是正常 在起步的过程当中很顺畅 而且呢动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到了中后段的话 明显感觉到这个电机 它是比较的线性的一种感觉 像在这样的路段 如果全力踩下油门 发动机还是会在纯电模式下进入 也就说明其实它的侧重点 可能更多是在发动机这边 电机呢只能作为城区当中的中低速路况 来进行纯电行驶 好 这一段其实我们在开的时候 会发现由装桶搭乘的这个模拟路况 是有一点像金卡纳 那这方面呢更多是考验到了车辆的一个操控 首先上了我发现这个车 它底盘的稳态是比较好 操控的手感也不错 这一点上我觉得在同级别当中的插混 SUV银河L7真的算是一流的水卷吧 然后再来说回其他模式 其实银河L7还有增程和性能 两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它整套动力系统的运行逻辑还是有不同的 增程其实很好理解 就这个时候主要以纯电驱动为主 发动机如果在给它充电的时候 能够保持充沛的电力的话 这个电机的加速依旧是不错 表现会比纯电模式好一些 那如果你要轻换到性能 也就说明了发动机这个时候是随时可能会介入 这个1.5T四缸发动机 其实在动力这方面应该算是同级别最强的 而且银河L7的策略 主要侧重发动机为主的话 可以想当你一脚踩下去 哇这个电机加发动机一起结合 加速感是真的不错 虽说推背感不是那么的强烈 但至少我觉得在城区当中的任何一个路况 它都是可以完全的去应付的 包括其实在动力和操控的结合当中我能发现 发动机的介入也是比较柔和的 没有那种明显的一个这种震动或者是什么 另外这台车搭载的是三档DHT Pro变速器 我发现这个三档它也没有因为档位数多而造成这种换档 顿挫的现象 所以说整体这一圈金卡纳赛道开下来 我会发现这个银河L7不论是动力的响应还是操控各个方面都很乘手 最后一个颠簸路段体验到的应该就是它的底盘表现了 作为一台带电池这么重的车 这个底盘的柔韧性也同样还不错 银河L7在这个项目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们再去性能赛道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吧 好的接下来这个项目是操稳路 也就是模拟日常各种不同的路面 尤其是一些路况比较差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遇到是接缝的或者是破碎的 或者是有一些耗力感的阵弦波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接缝当中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城市里边 修路呀或者某些学校门口啊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接缝 有的深有的浅 那在40这个供况下面对车辆的悬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的 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啊 这个确实它在悬架的处理上面做的应该是同级车当中 最好之一啊 那么在这种小抬尖的路面呢 首先前旋能够很有效的去化解这一次冲击 后旋也很聪明的去化解后轴的一个跳动 所以整体它表现的是比较平稳 用扎实程度相当的高 那对于成员来讲书信是有保障的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种正弦波路 比如说高速路面遇到一些沉降路段 它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起伏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可能会有明显的抛离感 看 这一台银河L7来说 它的悬挂处理的相当的聪明 首先在悬架的压缩回弹这一方面 它是控制的相当的到位的 没有过度也没有过少 所以说在下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整个车辆它是贴的地面 然后在起来的那一下也不会对人造成抛离感 所以整体啊 这书信依旧是有明显的保障的 接下来这个基础性能赛道其实就分为三项 一个是0到100公里加速 还有制动以及迷路和绕桌 那现在呢第一项就是0到100加速 我们看一下官方所称的 这个6.9秒的感受如何 来 开到性能模式 开启弹射起步 走 一脚上去 哇轮胎是不打滑的 而且发动机的响应还是相当积极 配合电机 起步加速都非常的迅速好 差不多100多 再来一脚制动看一下 建立制动非常的快 而且这期间没有任何的迟值 就官方宣称的 那这30多米的成绩 确实在这个级别的表现啊 也是相当出色的 第二个项目绕桩 对车辆的底盘支撑性考验还是相当大的 来看一下英核L7的表现怎么样 虽然是22米装 但我觉得吧 这个车应该过起来 比其他车要轻松很多 确实啊 侧向的支撑 以及后轮的循迹性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不错 这五个装下来 整体我的操控 你看幅度一方面是很小 另外一方面就是车辆 你能感觉到我的一个身体的侧倾 也是比较小的 因此呢 我觉得在总体的操控上面 银河L7真的是这个级别里边 数一数二的这么一台车 既然直线加速 刹车制动和绕桩都玩了 我们来玩个大胆 你一路测试 看看ECMA这个平台的底盘 到底表现怎么样 第一下其实电子系统的介入是比较迅速的 而且建立的左侧的制动 我是能感觉到把车是有一个拉拽感觉 并且车辆的侧向的支撑是比较好 后轮的循迹性跟着过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表现 我刚才入弯的速度是72 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很多紧凑型插回SUV 连70都达不到 那说明银河L7在迷路测试 就底盘方面的表现是真的很出色 这三轮动态体验下来 这台银河L7真的是还给人一些惊喜 并且我觉得吧 好像以后也没什么合资车的事了 因为你不管是动力还是操控 底盘的扎实程度 这台银河L7都比什么甜什么重 都要做的更好一些 如果真的就像传言卖14万左右的话 那这个车应该是可以纳入考虑的范围 就外观来说真的没什么可讲的 我觉得颜值是在线的 但是我今天在现场是发现有这个颜色 确实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银河L7总体来讲 它有很多方面都是有明显的优势 看完外观 那我们还是去回顾一下内饰当中的一些优点是什么 在内饰当中最大的优点肯定是这三块屏幕 10.2 13.2 16.2 这三块加起来都快40英寸了 你家的电脑屏幕有这么大吗 所以说其实在功能还有视觉体验上面 这三块屏幕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体验感 包括这屏幕当中它的系统是极力最新的NOS 有8155芯片加持什么流畅度啊功能啊 各个方面都比较全面 还有我觉得非常人性化的一点 就是上一次我也发现了 副驾这块屏幕固然大 那副驾看电视的时候呢 确实可能会吸引到主驾的注意力 但它做了一个防偷窥的涂层 另外就是这个折角它是可以挡住一部分这个屏幕的 所以说主驾你就安安心心的开车看导航就行了 娱乐的什么事啊 你交给副驾就可以了 从90年代起 中国家庭一直追求的是冰箱电视沙发 现在15万级别的车型 它除了冰箱全齐活 那如果你自己要装冰箱也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国产 就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今天试驾了银河L7 除了静态的出色之外 在动态的体验上面也非常的好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要动力有动力 要操控有操控 或者要底盘也有底盘 综合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建议大家去试驾一下这一台车 你就感受得到了 好回头我们评论去见 感谢收看 拜拜